弟兄姐妹早上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美日曙光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如草如花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 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唯有煮的道是永远的 弟兄姐妹 世上的人何止亿万 的确像一大片的青草 生在地上其中点锐着一些的小花 似乎也很美丽 可是秋天一道草菇花蟹 一片螺黄 再过一些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直到大地回春 才再生一批青草 对人来说百年也是如此 世上完全换了另一批的人 原先那一批的人都是老死了 凋谢的变为了孤骨 尘土 人比青草所胜无几 不过年数稍多而已 而美貌青春更是转眼消逝 每次的花开花蟹 到一条的出路 人间病虎 长生不老之数 如果真的有老而不死 也是多受痛苦 饱尽心酸而已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越来越看到了很多的天灾人祸的事实 疫情的发生呢 这些呢 其实呢 已经提醒了我们 人生呢 在这世上呢 是何其的短暂 这世界 所有一些人事物呢 都是短暂的 所以呢 彼得 在这个彼得前书呢 刚才我们看到 23节到25节呢 这段圣经的经文提醒了我们 凡有血气呢 尽都如草 草被枯干 或被凋谢 既然呢 这世界 人生呢 这样的短暂 那我们呢 就不要再去追求呢 这个短暂的人生 不要去追求的 这个世界的融合富贵 不要去围着这个世界上的 会过去的一切东西呢 担心忧虑 反正呢 我们应当呢 要追求的 那个永恒的道 因为呢 唯有主的道呢 是长存的 所以呢 在以赛亚书呢 第40章 第6到第8节呢 提醒说呢 有人声说呢 你喊叫吧 有一个说 我喊叫什么呢 说 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 都像野地的荷 草被枯干 或被貂产 因为耶和活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成然是草 草被枯干 或被貂产 唯有我的神的祸 必永远立定 弟兄姐妹 只有主的道呢 是永远长存的 信的人呢 可以得到永生 这永生呢 却不是呢 肉体上呢 能够在世上呢 长活的意思 来是我们的灵魂呢 天上呢 既有永远的存在的永生 因此呢 当认真的寻求主的道 来爱慕主的荷野 不但得到永生呢 并且得到更丰盛 在那里得到荣耀 绝不像草上的荷 乃是呢 有不朽坏的果子 这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 人生所追求的这一切呢 都会过去的 但是呢 让我们真的知道 要紧紧地捉住上帝的祸 唯有上帝的道呢 是永不会过去的 唯有主的道呢 是永远长存的 让我们呢 成为一个信靠上帝的祸 遵循上帝的祸 的门徒 Amen 愿上帝的祸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有个丰盛的一天